我先講一下現在貢顏服的那個更動喔 貢顏服這次更動呢 監管者主要更動了9個新的天賦 然後 求生者呢 主要變更了6個新天賦 我會按照順序來講喔 就是按照說一場 這個排位 一開場 然後追人 掛人 然後手師 手電機 手那個密碼機 最後呢 手完密碼機 打開門戰 我會按照這個順序來講喔 按照這個順序來講喔 那大家就看一下 他一開始 改動的是這個 狩獵本能喔 狩獵本能 他原本 狩獵本能 他原本的是這個 群鴨喔 那他現在改成狩獵本能 狩獵本能就是說 當每一個 每一個未受傷的求生者 會讓監管者在非追擊時的移速 提升1.5 也就是說理論上 這個一開場嘛 一開場 最高會提升到6 那我覺得這個技能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的 因為 現在這個主流的 求生者打法是什麼 就是 例如像現在主流的是 蜘蛛或是捷克 要怎麼樣對付蜘蛛跟捷克 就是要一直跟他拉距離 那如果你有這個技能的話呢 當 求生者 想要跟你拉距離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的再追上 因為你拉開距離的話 就變成瞬間處於非追擊狀態嘛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狩獵本能來追上去 那不過這個技能比較尷尬的地方是說 他的這個後面有血 他一階技能解鎖後 就不再提供這個技能 所以這個是有點尷尬啦 有點尷尬 如果說這個技能呢 這個狩獵本能可以一直持續 從頭到尾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技能就 非常強大 非常強勢 可是現在只有一階技能的話 那在一開場 還是稍微可以 為監管者 就是獲得一些 贏一些節奏 就是獲得一些節奏 就是稍微 讓節奏加快一點 但是 總體來講 這還是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本的技能太廢物了 你看他原本的技能是什麼 他原本的技能是這個 他原本的技能是群鴨 群鴨太廢了 群鴨這個 基本上 我這樣講啦 就是高端局很少人會點群鴨啦 對高端屠夫來講 很少會點群鴨這個技能啦 所以這個 總體來講 這個技能 總體來對監管家講 是一個強化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他這個位子 他的位子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一次天賦更新呢 這個地方 通氣會改成另一個很強的天賦喔 所以如果說到最後 整個天賦都完全沒有變 就這樣直接出來的話 那群鴨是 群鴨就會換成這個 狩獵本能的話 那是一定會點到這個技能的 所以他的位子其實也還不錯 位子還不錯 然後他替換掉 原本的技能的話 那也OK 原本的技能太廢了 所以這個狩獵本能就是 總體來講還是一個增強 還是一個增強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看下一個技能喔 下一個技能是 改的是貓鼠遊戲喔 貓鼠遊戲他原本的技能是這個 原本的技能是這個 以牙還牙喔 這個也是沒屁用的技能喔 當你作為一個監管者 你被砸板了 你大概會暈個兩秒鐘到三秒鐘 然後你被砸板了 求人者肯定是翻板跑掉了 這時候你還要把板子再踩掉 或者是你要繞路 你繞路多花的時間 或者是你踩板要的時間 大概也又是個兩秒鐘或三秒鐘 等於說 你被砸板 然後你繞路或是你踩板 你大概就需要六秒鐘 所以 這個技能是一點屁用都沒有阿 求人者就跑掉了阿 然後他現在換成這個貓鼠遊戲呢 就是說 當持續追擊求人者十二秒的時候 會有二十%的翻窗速度加成 也就是說當你追擊求人者超過十二秒 你的翻窗速度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翻窗的時候就會一直有那個加速在 翻窗是可以破工場 除非你進行攻擊阿 或是你被暈了 或是你進行其他交互 例如說你踩板之類的 翻窗不算交互 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技能裡面 翻窗是不算交互的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一直翻窗一直翻窗 都有那個加速 可是 這個技能 很尷尬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說 你單看這個技能 你會覺得說 這個技能好像很不錯 但是 你如果說 把他的使用情境給考慮進去 你就會發現這個技能好像有點尷尬 就是 你自己想想 現在主流的監管者 是捷克或是蜘蛛 那你持續追擊十二秒 你持續追十二秒 你還追不到 你還沒辦法打一刀嗎 對不對 你如果追擊十二秒 打不到一刀 那有幾種情況 有可能你是在這個窗子 窗戶板區 窗戶特別多的地方 窗戶特別多的地方 例如說像是 軍工廠的這個 大工廠那邊 不是三個窗子嗎 可是 你這樣二十秒 二十percent的方向速加成 對於那種地方 其實沒有甚麼太大的幫助 而且 你如果看到 求生者 跑到大工廠裡面 你判斷說很難追 不能追 那你就會 監管者就會直接離開了 就會直接離開了 也就是說這個技能 會 顯得很尷尬 因為 變成說 這個是專門要破那種 很多窗戶的地方 可是 你要先追十二秒 你才可以有 翻窗速度加成 二十percent的翻窗速度加成 然後你有二十percent 你還不一定追得到 求生者 因為如果你想要追 你肯定是帶了風窗 你沒有帶風窗 你要在窗戶多的地方 追求生者 那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這個技能 就是看起來說 就是好像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 在使用上 可能會有點困難 因為 你跑到窗戶多的地方 很難追 我不追你了嘛 我去追其他人嘛 對不對 那可是 整體來講 還是一個強化 因為他原本技能 這個牙花太廢了 太廢了 一點屁用都沒有 這牙花用真的 一點屁用都沒有 所以這個技能 還是強化 而且 他的位置也不錯 就是 因為通常 監管者都會在一刀斬嘛 你最下面就是一刀斬 對一刀斬嘛 所以 你這個技能 就只有一點的話 就是有點 變成說 要看狀況來考慮 可能在窗戶比較多的地方 在窗戶比較多的地方 在窗戶比較多的地圖 就會帶這個技能 就是 有帶 有帶 總比沒帶好 類似像這樣子 有帶總比沒帶好啦 那在窗戶 在一些窗戶比較少的地圖 這個技能可能就不會帶 可能就不會帶 所以要考慮一下 要考慮一下使用情境 下一個技能是這個 無人生還 當 當 倒地求生者附近 10米範圍內 有一個可以自由行動的求生者呢 監管者在此範圍內 攻擊速度 恢復提升10% 上限3層 也就是說 如果一個倒地求生者附近 有其他三個會動的求生者 那我最高可以獲得 30%的那個 就是 攻擊恢復速度提升的效果 那這個技能其實還不錯 基本上高端對局裡面 呃其實大概 這個 10場裡面可能會有 4場 呃大概4場左右吧 對應該是4場 4場你會看到就是 已經最後一個 就是那個求生者快要被三掛了 這時候其他人 例如像 勘探員啊 咒術師或是怎樣 就是大家團寵在保護那個求生者 這個技能就是有用了 這個技能就有用了 就是 而且重點是他位置也很好 他的位置是在 這個地方 你如果要點到一刀斬的話 你就一定會點到 就是多花個一點 多花個五點 就是點一下這個技能 那一定是有好處沒有壞處 就是不點白不點嘛 他比較像是在針對那種 現在最後 剩下一個人倒在地上 然後有咒術師或勘探員這種 就是死不讓監管者 把人掛在椅子上這種的 這個可能用在這個狀況下的話 那 如果你有點這個技能的話 你插到速度比較快 那多少還是舒服一點嗎 還是舒服一些 所以 OK 所以這個技能我覺得也還 也還行 也還不錯 也是強化的 好 那我們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是 困獸之鬥 代替掉原本的這個 虧勢 這個虧勢 這個也是個廢物技能 沒有用 高端局基本上 不會有人帶虧勢 沒有屁用 很簡單嘛 你自己想一下 你今天如果是 你這個虧勢是24米範圍 24米範圍內虧勢的話 那 問題是你在24米 進入24米範圍之前 求生者就會先聽到你的心跳了 然後 求生者就直接開始跑了 也就是你帶這個技能呢 除非你到中後期 求生者要跟你搶那台 搶修那台密碼機 你才有可能用到 問題是 你如果到中後期的話 你虧勢這個技能也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屁用了 也就是這個技能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 我只有當過 剛開始玩第五人格的時候 有點過這個技能 之後我從來就沒有點過他 因為真的 那就是沒有屁用的技能 廢技 那他現在換成是困獸之鬥 被暈眩後15秒內 再次收到暈眩效果的話 恢復出提升20% 最多提升60% 那這個就很厲害了 這個就很厲害 同樣就是 例如像在對付前鋒 或者說 像剛剛講的 最後一台密碼機在瘋狂點 然後旁邊的咒術勘探 就是一直干擾你 不讓你掛人的時候 這個技能就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最高60%等於說 你這個咒術小暈 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 完全就那個 完全就暈一下 又立刻又回復了 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技能 除了他的位置不錯之外呢 他的位置 不錯 他的前一個技能呢 這個夜消其實也行 也可以 有些人會帶夜消喔 然後他本身也只要花個5點 就可以點到 所以這個技能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 對比這個虧勢 這一定是大強化 一定大強化 而且他本身呢 就是 對付現在一些陣容 例如像這個 前鋒 的咒術 媽的勘探 哇 那這個就對付這種陣容 帶個困獸之鬥 也不錯 那我們再看到 下一個技能吧 下一個 是這一個嗎 我看一下 下一個是所謂的 枯威 枯威的話 他代替掉原本的 厄運鎮哲 那 厄運鎮哲大家都知道什麼嗎 就是所謂的歐皇斬 然後大家都一定覺得 很幹的技能 然後他現在代替到枯威就是說 當求生者被放上狂歡之椅 而且監管者距離狂歡之椅 18米範圍 就跟厄運鎮哲的距離一樣 監管者的攻擊 普攻喔 注意是普攻喔 所以誤認那些 是不算的 會讓求生者的 受擊加速效果減少30% 也就是說 你在 你把人掛上椅子 然後在那個掛上椅子的 18米範圍外 你打中求生者 你打中求生者的時候 不是求生者會有個加速嗎 那個加速減低30% 等於只有原本的70% 我這樣講好了 可能對某些人會有用 有些人就是特別容易被歐皇斬 例如像秀康 例如像我自己 我他媽的每次放香水 香水 我調香師要去救人 他媽的 然後放個香水被厄運鎮哲 或者是 你在遠方被監管者尻了一下 你放香水回去 然後監管者尻你第二下 幹你老師直接厄運鎮哲 他媽的就是 對我就會覺得 哇這個技能改動真的太棒了 但是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呢 打監管者 他出歐皇的機率有點高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覺得 幹 為什麼要改掉我的厄運 可能 空軍就會更少出現了 因為空軍 他本來的 最大的用處就是那把槍嘛 就是把人救下來之後開槍 那是槍可以發揮最大效益的時候 但是你如果因為這個技能 逼的你就是速度比較慢了 例如說你今天空軍去打一個小丑 小丑裝風衣 然後你被逼的一定要提前交槍 那你槍的效果就比較少了 對所以像空軍這種 救人位 可能就更活不下去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技能的改動 算是什麼 幾家歡樂幾家醜 有些人就是喜歡厄運 有些人厄運的機率就特別高 或者是被厄運的機率特別高 對不對 他的那個反應就會截然不一樣 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但是就算是幾家歡樂幾家醜好了 他這個枯萎本身 這個技能也是很強勢的 也是很強的 減少30%很傷欸 你救人位就一定要提前走 你不能被攔截 你攔截到你就是完全救不到人 或者是會被打一個雙倒 那你雙倒的話 求人者就崩了 對不對 求人者崩掉了 如果是救不到那更慘 那就是直接崩盤 所以這個枯萎這個技能 他本身就很強勢了 所以這一次厄運變成枯萎 我覺得算是 可以對監管者來講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就算換成枯萎也是很強的一個技能 應該或者說你從整體的這個遊戲角度來看 就是你本來就是個禁忌類的遊戲 但是你現在有個厄運 就會讓人覺得說 噢媽的這個就是在比技術的 為什麼還要比運氣 幹你腦絲咧 有些人就會覺得 沒關係我運氣比你好 運氣也是實力的部分 但是從遊戲商的角度來講 他可能會希望這個遊戲更公平一點 就是大家憑實力 不要說就是靠運氣 對不對 不要說什麼打牌靠賽 輕鬆自在 下一個技能是通氣 他原本通氣的位置是在這裡 原本通氣的位置是在這個 他算是一個終極天賦 現在改成在這裡 惡犬 延遲求生者足跡 1秒鐘 1.5秒鐘 2秒鐘 這個惡犬也是沒什麼屁用 這個一點屁用都沒有 這個高階監管者 只要有耳鳴 就知道求生者大概會在哪個地方走 在開場的時候 大概會往哪個方向走 也就是說 你這個延遲足跡 這個是一點屁用都沒有 他把原本通氣換在這邊 而且這個通氣跟原本通氣不一樣喔 原本的通氣是 只要你被通氣了 自身移速就會提升10% 那現在變成說呢 你移速變成是降低的 你必須要三格都點滿 你的移速才會變成正常速度 那這個其實就是 克制約瑟夫啦 簡單來講啦 因為現在主流監管裡面 會帶通氣的 比較多還是約瑟夫會帶啦 那這個技能一出的話 那基本上 約瑟夫應該就不會再點通氣了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10% 這個10%呢 你看起來沒有什麼 但是你實際上被追你就知道 他媽的10%很難 很難遛鬼 10%超難遛的 10%超難遛的 那你現在變成是 原本的移速的話 那這個技能就 沒什麼好怕的 主要 通氣的作用不是說顯示輪廓 主要是這個移速提升 這個才是重點 這移速提升才是重點 所以他就是有點削弱約瑟夫喔 所以約瑟夫可能 以後他就不會再點這個通氣 他會改點其他技能啦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吧 下一個技能是什麼 呃 是幽幣嗎 看一下喔 通氣幽幣 對 下一個是幽幣恐懼症喔 呃 幽幣恐懼症他原本的位置沒有變喔 幽幣恐懼症原本是降低50% 現在變70%喔 那 本來的幽幣恐懼症是有一點這個 雞肋的技能喔 現在變70%的話 這個技能本身就是得到強化嘛 那邊是不會顯示的 那整看著那邊有沒有那個幽幣的人 好 可能像是這個 黑 例如說像黑白好了 對黑白來講這個可能就會點一下這個幽幽恐懼這個技能 幽幽恐懼 或者是你選擇是傳送的話 那可能也會點一下 也可能會點一下 畢竟 呃 你在這個位置也是不錯嘛 這個一點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就點到幽幽恐懼了嘛 特別是你想打開門戰 這個還是可以點的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技能吧 下一個技能是什麼來的 狂歡 好 下一個技能狂歡 那他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狂歡給消了喔 就是呢 攻擊速度沒有變 但是移速呢 本來是468變成345喔 345 就是看起來這邊呢 監管者是消了 但是求生者呢 求生者相關的技能也消了 所以呢 這邊我可以先講就是大家都消了 那個 監管者消掉了 消弱了 這邊狂歡特質消弱 但是呢 求生者的那個技能 求生者的天賦呢 也消弱了 所以呢大家都消很公平 這就是 這就比較公平了 那你如果要點到一刀斬的話 就一定會點到狂歡嘛 所以這也沒什麼好說的 就你一定會點到 你點一刀斬就一定點到狂歡 你不點狂歡就沒有一刀斬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最強的 監管者最強大的天賦 最強的天賦改動 原本的通緝呢 現在換成這一個 當戰鬥開始120秒後 可以更換一次輔助技能 幹 這個不用多說 神技 神技 很神 神 非常神 神 我甚至覺得 幹 這個是不是做壞了 很神 很神技 很神技 今現在主流監管者 大家想一下什麼 有可能是蜘蛛 不是蜘蛛就是捷克嘛 那蜘蛛或捷克其實 在高端裡面都 不太會去點到 就是張狂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天賦出來 以後就變成大家都點 大家都點這個一刀斬加上這個底牌 加上這個底牌 等於說呢 我前期好爽喔 先趕快先用閃現 先殺一個人然後後期 在開始傳送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怎樣我就乾脆 不讓你知道我後期選什麼技能 以前就是 例如說見關者傳送過來了 例如說秀康在被追 我在被追就說 然後可能旁邊就有人吐槽說 欸幹白癡喔他帶傳送啦閃現個屁喔 那結果現在就是要變成真的了 欸幹他用閃現打我了 喔小心點他可能會換閃現喔 這個我覺得是蠻可怕的 真的是蠻可怕的 俗話說呢 仁皇都覺得圖皇有帶兩個技能 這以後就真的是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子了 以後就覺得阿幹帶兩個技能了 哭哭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求生者的技能喔 求生者這次的技能也有不少的變化喔 但是總體來講也是 我覺得也是沒什麼帶他的屁用 第一個技能是這個 性存者本能喔 性存者本能剃掉到原本的不安 那呢我可以先跟大家講個很簡單的結論喔 這兩個技能呢都是廢物 不管是不安還是現存者本能呢 都是廢物 都是廢物技 沒屁用 你增加40%的蹲行速度 啊你要幹嘛 對不對 那你後面是雲中漫步跟這個浴河 啊 欸 你點這兩個技能要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用阿 我有其他更好的技能可以選擇阿 我扣掉大心臟我扣掉雙彈 我有其他更好的技能可以選擇 為什麼我要點到這個 對不對 我可以點到 我一定要點到爬行加速嘛 我怎麼會點到這個咧 所以這個原本的不安 就是一個廢物技能 廢物技能 那更新的這個 性存者本能 有一名求生者淘汰增加5% 兩名求生者淘汰增加15% 休息速度 三名求生者淘汰增加30% 這有什麼屁用 你一名求生者被淘汰了之後 監管者又開始手機了啊 開始控場了嘛 那你增加5%休息速度 嗯 嘖 好像也不是特別大 你兩名求生者被淘汰 就剩下兩個求生者增加15% 嗯 三名求生者被淘汰 幹 跳地叫了啦 還修什麼狗屁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技能 就是 表面上看起來很強 但是其實 你把它實際上用 就會發現 那一點屁用都沒有 這真的 一點屁用都沒有 如果你說 你今天是要打雙監管 那你可能這個 可能還有點用 可能還有用 但是問題是你打牌位的話 你點這個技能就是浪費 好 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是這個 掩耳盜鈴 他這個原本這個技能 就是掩耳盜鈴 他是把它做一個強化 原本掩耳盜鈴是這樣 就是 第一層就是75%機率 不會讓淘汰 第二層就是100% 然後第三層之後 天賦呢 疊滿之後 就不會再損失破壹進度 那他這邊變成三層的 他這邊改動是說 第一層的話 100%機率不會讓淘汰 就是完全不會被發現 兩層天賦後呢 不會再損失破壹進度 三層之後 動作時間減半 就是你觸電 不是會有一個 呃啊的動作嗎 呃啊 然後這個呃啊變成很快 原本以前呢 你觸電之後 呃啊 然後現在觸電 呃啊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對一樣喔 對我們高階求生者來講 那個是 沒什麼太大的用處喔 這個 例如有些角色可能會故意觸電 來看一下監管者的位置喔 頂多就是點到一層而已 就是新版的話 頂多就讓你點到一層 頂多你只會點到一層 不會再那個 或者兩層好了 兩層的話 你就要花了五點 然後這邊還要再十點 然後要花十五點 其實有點多喔 其實有點多 所以這個可能是 有些人會想要帶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 喔 點錯了 下一個技能是 馬銀效應 他替代在原本的技能 原本技能是 羊群效應 羊群效應的話 我看一下 應該是替代掉 沒有錯 原本替代掉是羊群 羊群也是一樣 這也是 這個也是 沒什麼屁用的技能喔 這羊群也是沒什麼屁用的技能喔 因為開場 高端對局裡面 開場的時候 求生者不會修同一台機啦 這技能就沒什麼用 對於在排位來講 這羊群效應 一點屁用都沒有 那求生者為什麼會點到羊群效應 那是因為要點到博命 那是因為點到化險為意 所以才會點到羊群效應 那現在換成這個馬銀效應的話 就是說 12米範圍內存在監管者持續8秒鐘之後 放板速度會提升 那這個技能的話 就要詳細分析一下 就要詳細分析一下 我跟大家講 這個技能就是有點尷尬 看起來好像很強 但是它有點尷尬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 因為呢 你放板速度增加20%的話 那當然是很厲害 但是什麼狀況下 你會用到這個技能 我給大家分析 首先你如果是遛鬼角色 你不是救人位 你會帶什麼技能 你會帶到回光返照 你一定大心臟 然後雙彈一定帶 那還有這個 絕觸逢生 那現在技能點 它如果新版出來是點到120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點一下 我們把它點滿 我們來兩邊點滿 來兩邊點滿 然後這個絕觸逢生一定要帶的 然後這邊一定要點到這個雙彈 對不對 彈那個翻窗翻板加速一定要帶 這邊15點 然後你還要再點這個 你這個爬行加速一定要帶的 爬行加速也是一定要帶的 對不對 你這樣子就100點囉 那你還有20點可以點 來20點 1 2 3 4 哇糟糕我點不到了 我點不到了 你如果要點滿一箱 你就必須要放棄倒地加速 你頂多就點到一點馬鈴效應 哇 那你這樣子放棄倒地就8% 對不對 因為你倒地 倒地爬行加速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是好像沒有用 但是其實很有用 其實很有用 高端局的話現在 標配就是這樣 高端局雙彈 大心臟 然後上面點完 點到那個倒地爬行加速 是不是 這就很尷尬 好再來 這是如果你是雙彈的情況 如果你是薄命呢 如果你是薄命角色呢 如果你是薄命角色 你一樣嘛 前面你這兩個還是要帶嘛 對對對 你還是要帶 這個 這個絕術逢生是一定要帶的 高端局是一定會帶 好 我們開始往下點 好你看 剛剛好 剛剛好 然後你這邊多的還可以點其他的 你看起來說 唉唷如果我是選薄命 是不是就可以點到這個 馬鈴效應呢 如果你是帶薄命的角色 例如說你是救人位 你就點到馬鈴效應了 耶好開心喔 哇好開心 可是問題是 你帶薄命的話 你是什麼角色 你是傭兵 你是前鋒 你是救人位 你救人位 本來 監管者看到你就不太會追你了 那你帶馬鈴效應 嘖 對不對 意義何在 開場監管者看到你 喔不是很想追耶 我直接走囉 掰掰 對不對 效益不是很大 那 如果你今天你是 如果你是比較就是 惡舊位 例如說你是 祭司 你是機械師 喔好像有點用處 可是你仔細想一下 機械師現在主流打法是什麼 機械師主流打法是 放娃娃 開場狗起來 你開場狗起來 就沒有要遛鬼了 那你點馬 你點到馬鈴效應 意義有很大嗎 對不對 一個好的機械師會狗起來 不讓監管者開局就找到他 對不對 是不是 要留著惡舊嘛 那等於說你這個技能 只有祭司來用 嗯 那這個技能是不是 有點尷尬 是不是受益的群體範圍很小啊 不是說特別大 對不對 不是說特別大 對不對 而且現在 大家再仔細想想另一個問題 現在 主流的監管者是什麼監管者 蜘蛛 捷克 我媽咧 我拉距離都來不及了 我還在 十二米範圍內 跟蜘蛛繞 跟捷克繞 我 我又不是氣笑 對不對 你放板塊 喔抱歉我有誤認 你放板塊 喔我有蛛絲加速 對不對 那這樣子 這個技能的作用效果 我在現在版本的狀況下 這個作用其實很小啊 當然蜘蛛對放板塊的角色來講 是比較頭痛一點 是比較頭痛一點 但是你自己想一下 你今天如果蜘蛛會追一個博命角色 通常都是機械師或技師 那他本身就慢了 那機械師 你只是放板塊 但是不代表你的翻窗跟翻板速度有加快啊 所以這個技能的 那個獸藝群體還是比較小的 不過我們最後還是要對這個技能評價 還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的羊群效應太廢了 因為原本的羊群效應真的太廢了 所以呢這個技能看起來好像就很強 可是實際上你在實戰中你會發現 這個可以應用的地方也不是特別多 對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加強 但是 就真的只有一點點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應該是那個什麼 是共生效應 就是說 把貨傷效應呢 改掉 改成是這個 共生效應 那 一樣 這個技能呢 原本的貨傷效應呢 就是一個廢物技能 5米範圍內 增加自身破育速度 就是 你只有在一起修機的時候 你才可以發揮這個效應 但是問題是 高階場的時候 一開場沒有人在一起修機啦 那 如果現在換成這個新的呢 奔向被掛上狂犯自己的求人者時 移動速度呢 246% 那這個技能的話 還是可以點的 不過這個技能還是略尷尬 就是 還是略尷尬一點 可能 可以用來克制那個吧 克制監管者 如果他點枯萎的話 那你用這個技能 可以稍微克制一下他 但是一樣 關鍵是在於他的位置 有點尷尬 他的位置在上面這裡 你要點到他 你必須要點到下面 1 2 3 4 當然會點不屈不饒啦 但是 你點完這些之後 你可能多餘的點數 點到這個共生的時候 可能就不是特別多 這就有點尷尬了 就是他的位置其實有點尷尬 如果說 我跟你講 如果他今天的位置呢 例如說他是在這裡好了 或者是在這種位置 我告訴你 那就很有用 那就很有用 那就可能會點一下 那就可能會點一下 但是關鍵是他的位置有點尷尬 就不太會點 下一個就是旁觀者技能本身增強 就是呢 他除了治療速度提高20%之外呢 他這個奔向受傷或倒地求生者 移速增加10% 這個也沒什麼屁用啊 這也沒什麼屁用啊 對不對 也沒什麼屁用 那個一般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求生者不會點到上面 求生者上面天賦都是娛樂局在玩的 排位高端排位都是點左右 沒有人在點上面的 就是頂多點到上面的話 也只會點到不屈不饒而已 不會全部往上面點 那個一點屁用都沒有 你今天奔向受傷或倒地求生者時 移速增加10% 那移速增加10%有用嗎 對不對 有用嗎 你受傷或倒地的時候 淘汰的時間本來就比較慢了 因為你如果單純只是放血的話 你那個受傷要飛天的時間 其實還是蠻久的嘛 那你增加這10% 意義何在對不對 意義不大嘛 你還不如給我治療速度提高 例如說變成30% 40%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用處 但是你今天只有移速增加10% 那這個技能就沒什麼用嘛 對不對 一個受傷或倒地的求生者 代表說什麼 監管者不想鳥他 監管者不想鳥他的狀況下 那通常會是什麼角色 傭兵嘛 救人位嘛 所以你還不如增加那個摸摸的速度 你增加他的速度 增加跑過去的速度幹嘛 又沒有監管者會去管你 對不對 這就是尷尬的地方 以後就算你變成說就是 有120點你也不能點到三個大天賦 你只能點兩個最終天賦 那在有左跟右的情況下 你根本就不會點到旁觀者 你可能2v8會有點用處 但是你排位呢 旁觀者你怎麼可能出場 出不了場 高階局不會出場 下一個是這個逃逸喔 逃逸 逃脫門通電之後 我們剛在前面講到 不是監管者他的那個嗎 監管者的這個狂歡的那個移速降低了嗎 然後跟他相對應的 求生者的這個逃逸 原本是4% 6% 8%移動速度 現在也降低了 變成3% 4% 5% 所以這個 就大家一起削弱啦 就大家一起削弱 這沒什麼好講的 就大家一起削嘛 監管削 求生者也削 這就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們總體來看好了 你看求生者現在更新的這幾個技能 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求生者更新這幾個技能 現存的本能 沒什麼用 掩耳盜鈴 嗯 略尷尬 馬鷹效應 可以用有用的人很少 共生效應 嗯 可能有點用用 有點小用處 但是 但是他的位置尷尬 然後旁觀者 不可能有人點 高端局不可能有人點 高端排位不可能有人點 陶逸 345 這個監管者跟求生者一消 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這一次強化 總體來講就是監管者大強化啊 誰還在跟我說求生者強化 這一次天賦改動就是監管者大強化 求生者根本沒什麼 沒改什麼狗屁東西好不好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的明確一點啦 如果有人再說這一次天賦改動是 求生者強化我就要偷笑了 求生者或許有一點點強化 但是監管者強化更多 非常多 至於有人說點120點的話 那這個部分是這樣子啦 因為這個120點呢 這個整體的天賦還沒有出來 整體究竟會有哪些改動還沒有出來 所以對120點 是求生者跟監管者雙方 都可以點到120點 那我就暫時先算是打平 因為這個120點呢 這個具體的情況 還是要看之後天賦出的狀況 才可以下判斷 到底是對求生者還是對監管者有利 但是如果單單就這個天賦改動來看的話 一定是監管者有利 而且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會說這一次 這個真的是求生者削弱 你自己看看這個調整 供嚴符調整 求生者倒地後會失去 受集加速的移速加成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倒地之後 例如說你要大心臟起飛 你只會吃到大心臟的速度 你不會有被打的時候的加速 所以這個是 就是削弱求生者啦 例如說今天小丑裝封衣 最後一個人來救 裝封衣 我立刻裝封衣打倒求生者之後 然後再直接拉鋸 哇那這可能求生者直接 又是立刻死掉 剛彈起來 大心臟彈起來 媽咧又立刻死掉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是削弱 對求生者來講一定是削弱 削到不行 那再來就是 求生者就狂歡自己上的隊友時 鬆手會不到原本交物錢的位置 什麼意思呢 就是例如說你從椅子的 如果你今天面向椅子 你從求生者 右邊去救 右邊的話它不是一定固定是 面對椅子它不是會從左邊拉嗎 然後鬆手的話它會回去 可是現在你不會回去 那這個對求生者也是一種弱化啊 變成說 原本你可以利用這個機制來怎樣 來騙監管者的刀 變成說你今天監管者跟求生者 救人位在博弈有三種結果 一種就是怎樣 騙到刀 一種就是受傷 一種就是證責 有這三種可能性 還有得完 但是你這個把它改掉變成什麼 你只能從這個 變成只有兩種狀況 因為你不會回到原本位置 你只有兩種狀況 你要嘛就是受傷 要嘛就是恐懼 那你這樣子肯定是監管者強化嘛 監管者就是最差也是把你打個受傷 然後再打個雙倒嘛 對不對 再把你打殘 然後再去追被救下來的求生者 那就是雙倒嘛 那這對監管者來講當然是一個強化 而且更重要的是 魔術師怎麼辦 不管是誰去就直接吃恐懼 只有傭兵拉得下來 問題是傭兵如果去拉的話 自己也要吃恐懼 也是雙倒 以前還可以就是騙一下騙一下 騙刀就是從另一邊椅子 然後拉鬆開 拉鬆手 拉鬆手 你現在就是一定會變成 吃刀或是恐懼 你兩種選一個 那當然是監管者有利 所以這一次的更新 而且大家注意看 這一次的調整 他這邊是說 這些天賦調整可能不一定會上架 但是他這兩點是放在其他調整 也就是說 這兩點有可能就是怎樣 有可能就是 你知道 有可能就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就是可能就是確定要改的 那這樣子 說實在拉 這個講道理 這個求生者就是弱化了 對不對 這天賦出來 又要再弱化一波 當然這最後天賦怎麼樣 最後還不確定 但是如果全部這樣都出來的話 那求生者又弱化一遍了 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 來看的話 這是在 一直在削弱求生者 一直在削弱 當然 這是最後的結果 最後會有哪些天賦出來呢 我們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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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最後天賦出來呢 我們再給大家做個分析 但是從目前來看 我假設說 如果所有天賦都有出來的話 那一定是求生者削弱 然後這一個 然後這兩個改動 一定也是求生者削弱 就是這樣子 就是削弱 兩個都是削弱 然後 我們還不知道